2014年中华民国国际青年大使交流访问团 一共有8个团队128位团员 被派往全世界32个国家36个城市来进行表演 率领美西团队的外交部机要士大使李自刚就表示了 青年大使计划一方面是鼓励年轻人可以参加国际事务 另外一方面也期待透过交流互动 将台湾在国际社会上的各种重要角色给展现出来 中华民国国际青年大使交流访问计划 今年是第六年 那我们今年这个 今年我所率领的是中华民国国际青年大使交流访问团 那我们这是出访 一共要出访五个城市 美国是旧金山洛杉矶 接着我们还要去访问我们在加勒比海的三个国家 就是圣克里斯多福 圣路西亚以及圣文森 我们这次的团员一共有二十位 除了领队 副领队 一位随台秘书 还一位舞台助理外 另外我们最主要成员就是十六位国际青年大使 那么这是我们出访交流的这个目的 一方面是能够协助我们中华民国优秀青年能够跟国际接轨 拓展他们的视野 另外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个青年出访交流的这个计划 能够让这个中华民国台湾在国际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 能够具体的呈现在外国还有我们的友人的面前 主要就是让国际社会看见台湾 了解台湾 喜欢台湾